大家好 我是沈慧蘭 今天我們來到了五指山 要為大家試駕國產性能房車 ELANTRA SUPPORT 那這台車其實在去年就已經上市了 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很多家媒體 對於它的一些各項的介紹 也都非常的完整 那今天我們就不浪費時間 就大致上把重點放在兩個版本的差異 還有試駕的心得 好 首先來講 ELANTRA SUPPORT分為兩個版本 那一個就是ELANTRA SUPPORT售價是79萬9 那另外一個版本就是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個極速版 它的售價是87萬9 價差大概是8萬元左右 那最主要的配備差異 在外觀上來講的話呢 就是差在頭燈、燈具的部分 如果是79萬9的版本 它是魯速燈泡 那如果是今天的極速版 是HID有BIFUNCTION的一個功能 好 那另外幾個比較重要的配備差異呢 這邊有個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你會選這台車應該也是因為它的性能喔 它的操控 甚至是它的駕駛樂趣喔 所以基本上如果沒有換檔撥片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可惜 再來呢就是它有7吋的多媒體影音主機喔 那這個主機雖然尺寸不大 不是說現在那種什麼10點幾吋的 可是它的功能非常齊全 它有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都可以連結 而且呢它還有倒車顯影的功能喔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沒有搭載這個主機的話 我覺得也還蠻可惜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有三樣的 這個主動的安全配備喔 包括像盲點偵測啊 車道偏移還有後方交通警示功能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比較重要 所以基本上 差這個8萬塊 然後差這一些重要的配備 我想如果是我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今天的極速版 好 那我們現在出發 Sport模式把騎輪走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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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彈跳還蠻大力的對不對 好 我現在呢是在五指山的山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開Elantra Support的心得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講它的動力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的動力是1.6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204匹 最大扭力是27公斤米 那搭配的是7速的雙離合器變速器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它這個動力來說 算是非常的飽滿 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這個變速箱反應啊 我覺得比較驚艷的不是它在山路上的一個表現 因為我們都知道雙離合器它的優勢就是它的換檔速度快 Elantra Support的這具雙離合器呢 一樣有這樣的一個優點 而且它讓我比較驚艷的是在 它在平路上你順順開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雙離合器呢 它在順順開的時候 它的頓挫感會比較明顯 尤其是剛起步或是說在銜接的時候 它的這個頓的感覺呢 會讓你覺得比較不舒服 可是這個變速箱 我今天試了一整天 它在順順開的時候 並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是我覺得它兼顧運動跟舒適的一個優點 講到它的動力 雖然是蠻充沛 尤其是我們剛才在上坡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開得比較快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整個延續性 動力的延續性是很好 甚至於還會有點概念喔 可是喔 它的一個渦輪遲滯的感覺 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比我預期的還要來得明顯一點 它比較容易出現的狀況就是 當你要進一個髮夾彎 你這個速度要瞬間降下來 也就是說你必須鬆遊到一個程度 再補的時候 然後一出彎要再補的時候 那個瞬間它的確會有慢半拍的感覺 這個是如果你在比較激烈操架的時候才會感覺出來 如果你在一般道路慢慢開的時候呢 這個渦輪遲滯的感覺就不會那麼明顯 我自己本身呢 平常是開改裝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什麼叫做道路版的避震器 就是呢 它比原廠的這個避震器運動性能更好 但是它還是要兼顧道路的一個舒適感受 那我覺得 Elantra Sport 它的這個避震器喔 其實就很像這種改裝的道路版避震器 就是它的舒適性還是有的 但是它的運動性 我覺得蠻好的 我們剛才在這個山路上啊 你會發現說 基本上呢 它的支撐性很好 然後 它在過彎的時候 在彎中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有軟腳的感覺 可是 它只有在落差比較大 比方說呢 你在下坡的時候 然後遇到一個排水孔蓋 整排的那一種 那那一種的話 通常會落差比較大 但如果你在速度快的時候啊 然後沖過那一種排水孔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嗯 它是原廠的避震器 因為畢竟它的懸吊行程還是一樣 是原廠的一個設定 它這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震動 跟落差出現 可是呢 你後來會發現說 雖然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但是當它一落地的時候 它一貼地的時候呢 它車子是馬上就吸在路面上 它不會有多餘的彈跳 所以這一點也很棒 但是我必須要講 如果你真的 未來 可能就是你買了這台車 你真的會經常做一些 比較運動性的駕駛的話 那這一點可能要注意 因為它在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或這種比較大的落差的時候 它是真的會彈跳的這個瞬間的 反應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駕駛 沒有說非常激烈去抄架它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避震器就已經很夠用了 只是說 當然啦 如果我們稍微降低一點的話 當然車子是會感覺更有那種 霸氣的運動風 好 那再來講一個 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覺得它的轉向 它的轉向的感受我很喜歡 我覺得這台車 它就是又穩又靈活的那個感覺 就是車頭的反應很靈活 所以的確你會感受到 它的鋼琴跟底盤真的是都很不錯 算是一台非常有性能感的中型房車 不是性能感喔 是性能感 好 那最後呢 我講一個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即便是它是在Sport模式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它的這個排氣管啊 還有這個整個聲浪都太溫和了一點 這個說說真的 我剛才有一度喔 剛開始開的時候有一度 你會不知道說 其實你現在時速已經這麼快了 因為它很穩以外 就是它完全沒有什麼聲浪的這種感受 我覺得這個如果原廠啊 就是能夠把它再調校那種聲浪 稍微再有一點FU的話我覺得應該就很完美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我們的Andy老爹 他的試駕心得 這應該是我 應該說我從2018年期待試駕到現在 我終於試駕到了 就是Eletra Sport這部性能房車 我先講之前在力寶試駕 但是因為我當時我記得 我好像去北京還是幹嘛 結果沒有機會試駕到這部車 我看到很多同業在力寶賽道這樣 啪 開成這個樣子 害我都是心癢癢的 那回來呢也因為很多露營 今天終於試到 79.9萬就可以買到204匹 1.6升渦輪增壓引擎 再加上7速調校還蠻熱血的 雙離合自手排變速系統 當然如果說你要豪華的配備 再好一點 比如說電動椅 其他的影音配備等等 你再加一點價格 但基本上動力從入門79就給你了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殺 非常吸引人的一個價格 然後再來整個車內的質感表現 紅色車縫線的一個方向盤 然後前方質感還不錯的一個儀表板 然後加上中間有一個螢幕 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重點是它這顆引擎 不拖泥帶水 雖然呢車重1400公斤 加上我還有攝影 已經破1500了 但是基本上它整個油門下去之後 1500轉就給你最大的一個扭力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引擎聲浪 好像還是特調的 我不曉得我沒有問 但是我覺得它的聲浪其實調的還不錯 不錯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不像改裝的那種 真的很澎湃熱血 啪 這個讓你沸騰的這個聲浪 原廠還是給你一些就是微微的 這個算是完全跟性能 劃不上等號的四門房車來看 它的聲浪確實在這個聽起來 我覺得剛剛好 OK 然後再來它的這個前麥花城後 多連桿的一個懸吊配置呢 車頭我們看準度 車尾看什麼 看穩定度 那因為呢 這種前驅車基本上呢 對駕駛來說 車尾的不穩定的擺動 或者是突然轉向過度 或者是覺得車尾很重 那種拖泥帶水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車很難開 但是一連穿Sport不會 車頭我先講一個 車頭很準 雖然是非常的準 當然我覺得懸吊還有一些提升的空間 但是以要兼顧舒適度的這個表現來說 我覺得它這組懸吊 Q度表現非常的不錯 車頭一轉就有了 當然你順順開 我相信你的家人 老婆 爸媽坐在後座 應該不太會挑剔 所以我們剛剛在過彎的時候 速度抓好 基本上方向盤一打就過去了 後軸呢 多連桿的調校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調的很中性 我希望這樣子的速度 用這樣的一個路線 去過這樣的一個彎的時候 車尾就跟上來了 而且它的穩定路表現非常好 基本上真的整個懸吊的設計 非常的不錯 這部車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老婆 我今天買一台Elantra 他可能上網去查 房車好啊 很中規中矩的房車 但其實你買Sport 他應該也不會知道 為什麼 因為其實舒適度是有的 但是當爸媽小朋友 老婆 他可能不喜歡熱血 不在車上的時候 你還可以跟好朋友 去山路上稍微熱血一下 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能文能武 方向盤下方 也有一些平整化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熱血朋友都喜歡的 變速箱呢 第一個就是說 它跟自排比起來 我相信會有一些車主 會覺得不適應 說這開起來怎麼 跟自排的感覺差那麼多 但這是沒有辦法 這是自首排變速箱的一個特性 也是它的一個優勢 優勢是什麼 因為頓挫感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啪開起來 第一個比較直接 因為它的本體是手排變速箱 透過一些換檔的模組 讓你可以有 手排變速箱換檔的直接感 但是因為是手排變速箱 所以少了一個潤滑 這個潤滑是什麼 就叫扭力轉換器 因為沒有這個扭力轉換器 所以讓它的換檔速度 這個離合器在結合的時候 都是很直接的 但是因為直接 所以會讓你覺得說 跟自排比起來 舒適性稍微表現沒有那麼好 但是以我個人對操控的要求來看 我是很喜歡這種感覺的 所以再加上 其實它的排檔桿旁邊 有一個Drive mode 這個行車模式有Eco 有Normal就是一般 然後再有Sport 熱血 所以這個換檔的邏輯 跟速度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 你去看看 如果說你覺得說 我喜歡它的底盤 但是我覺得變速箱 如果可以結合順一點 你用一般的模式試試看 我相信應該也不會太讓你失望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熱血的標準 你調到Sport 我相信你也會喜歡 你看它的Q度 你看我們過這個伸縮縫的時候 蹦蹦你注意聽 蹦蹦 第一個我先講 這個聲音聽起來是很薄的 很薄的意思就是說 底盤的隔音 表現不錯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懸吊的Q度 蹦蹦跟空空不一樣 有些是空空 那代表它懸吊太硬了 太硬呢 就是有些人喜歡 有些不喜歡 但我剛剛講 老婆家人可能會比較偏不喜歡 好不好 所以整個懸吊操控的反應 還有再加上這個引擎的動力表現 應該這樣講 沒什麼挑剔的地方 當然我是以79.9萬可以買到 這樣的一個整個操控感 我個人是非常滿意的 除此之外 你看這個影音系統 我很喜歡的 CarPlay Android Auto 後座非常舒適的空間 然後隔音算是中等的表現 但如果可以再更好一點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 而且加上方向盤呢 它可以上下前後的幅度 調整的幅度還蠻大的 就是說這一組座椅呢 包覆性不錯以外呢 重點是它的座椅的高低 再加上方向盤的調整數 基本上現在大概就是我接近95% 喜歡的一個駕駛姿勢 所以這部車對我來講 如果今天你要綜合家人的感受 滿足你自駕熱血的一個快感 再加上我又不要掏太多的荷包 好這部車沒什麼地方可以挑剔 79就有207匹 OK 而且基本上呢 這個在之後 我覺得可能還有一些升級的空間 比如說電腦微調一下 馬力再提升 你如果這不夠 我覺得它體質是好的 你真的底盤弦不夠 懸吊再稍微升級一下 完美 好啦 我們今天就試到這邊 因為我今天本來是要跟小蘭一起搭檔 但是因為我們中間多了錄影 所以就變成是它先錄在我後錄 我不曉得收什麼音 但是我相信它也應該會蠻喜歡這部車的 好我是音樂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